你收听的是没事来哈拉节目 我是吴若全 继续来进行永续相关议题的讨论 今天要来讨论的是 怎么样从市集到绿餐 也就是绿色餐饮 我们再从企业的责任 来看看这整个消费形态的改变 来邀请到绿合国际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黄俊诚来跟我们分享他宝贵的经验 俊诚你好 欧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你来分享 我们刚才讲从市集到绿餐 从不管是市场 或者是我们一些购买食材的来源 到所谓的绿色餐饮 再来看看这个企业责任跟消费这样的观念 尤其我们想要请你特别来跟我们分享的是 绿色餐饮指南 因为最近这几年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米其林 美食的指南 就没想到我们的餐饮又有绿色指南 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从吃这件事情来跟企业结合 推动所谓的永续的饮食 首先请你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会想要去建立绿色餐饮指南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在台大的水环园有机农夫时期 那有机农夫时期他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协助有机的农友去把他的菜把它卖掉 那因为有机农友他的种植的方式是有机的 所以他也等同就是帮我们保护的这块土地跟他上面的生物 所以等于是说他努力去生产而我们努力去协助他销售 但是随着这几年啊因为家户开火的越来越少 大部分外食人口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开始有意识到说 好像卖菜这件事情似乎需要去转变一个销售模式 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那可不可以把这些菜卖给餐厅 那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发现说 原来坊间有一种餐厅叫做绿色餐厅 他们会大量的采购有机的食材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去问 就是说这些绿色餐厅可不可以跟我们合作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这些绿色餐厅其实也过得还蛮辛苦的 因为他就是散落在台湾各地 所以当时我就想说如果一群农夫组合在一起 可以变成农夫市集 那如果一群绿色餐厅组合在一起会变成什么呢 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去搜寻 那我们就找到了英国永续餐厅协会 发现说他在全国全球有做这样子一个永续的一个餐饮组织 后来我们就开始仿效他的做法 在18年的时候就是正式成立绿色餐厅指南 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就是 我们需要农夫卖菜给绿色餐厅 而绿色餐厅透过组织的力量 他可以做联合行销或者是联合采购 所以动机开始是这样子的 其实这样会达到几个效果 第一个就是坚持或主张要做这个绿色友善农耕的产品 他不只是可以卖给消费者 卖给消费者就等于是有点类似就是B to C 对不对 那看农夫是B还是C 因为有些农夫他是属于一个很个体户的 那如果是卖给餐厅就是到2B了 他等于是一个 第一个量比较大 第二个他采购规模 跟我们在执行这个绿色的餐饮上面 可以做得更有效呢 但是我可以想象就是 其实如果卖给个人 那就个人有这个意识 他就会购买嘛 肯定要餐厅有时候你要经营餐厅 他就要考虑到成本 然后怎么去符合他这些做菜的餐饮的特性等等 所以推动起来可以说是更具有挑战性 不过也可以有一些好处 对不对 就是如果餐厅加入了这个绿色餐饮指南的 这样的一个不管是联盟或组织 透过您刚才提到了集体的行销 也许可以帮助他的餐厅更广为人知 建立更多的口碑或者是这个餐厅的知名度 那么回溯一下这个经验 听起来其实这个开始的很早 是不是2012年 就会在 你刚才说是在台大公馆那附近吗 对公馆跟一开始在自来水博物馆 然后在这几年的时候又回到台大了 在台大 对 校园里面吗 校园在铺窥道 就是新生南路那边 可以允许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绿色市集 特别是跟台大这边商议的啦 他们也愿意去协助农友 那在那边买的是一般的消费者吗 对都是一般消费者 都可以去台大那边 都没有问题 到现在还有就对了 到现在每个礼拜六 几点到几点 十点到五点 你确定到五点去还有啊 会不会都卖光 到早一点去 五点的时候可能还可以有一些量比较多 当地盛产的时候 那可能就会比较便宜 对对 比较稀有的东西可能一早就卖光 对对对 对对对 这有点像传统市场 对 就是 比如说有些早市 他可能中午十二点一点就要收摊了 你如果十二点半去 也许老板会想说 要回去就便宜卖给 好那一路啊 就是一直到2017年 您看到有关于英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然后2018年就正式把它成立起来 是这样讲的 对没错 好你刚才提到2018年到19年一个这样的形成的过程 那真正就是推出绿色餐饮指南 这已经是2019年的事吗 其实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正式推出了 只是19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跟国外这边邀请他进来 算是比较正式的结盟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拥有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资源 跟一些国际上的资讯 那这个资讯对我们来讲还蛮重要的 因为他可以提供我们过去欧洲他发展绿餐饮已经十多年的一个经验 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有步骤 然后有系统的一步步的在台湾这边去做推广 所以这个绿色餐饮指南也被称之为绿色米其林 那主要就是透过这样的合作能够借进他们的一些制度或经验吗 对因为以欧洲来讲的话 一开始他也会建议我们先不要马上的去做评鉴 因为评鉴的话他就会有点像考试 考试的时候他就会面临一个状况就是考过了跟考不过 可是在台湾对绿色餐饮的认知还不够那么深的时候 然后马上考试这件事情对一个运动的推动不见得是好事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我们先用律实宣言这边来作为一个基础的去推动 然后一直到二年的时候 我们才正式的把他们的评鉴制度 就是一页二页或三页的制度把它给导入到台湾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得到一个很有效的建议 透过他们的经验 刚才一听起来就觉得真的很有道理 如果大家都还没有这个观念跟认知 然后就来评鉴 一方面未必每个人都能够符合这个评鉴的标准 第二个我觉得那个被推动或被召集人觉得说 你就来考我 那他可能心中的这个反抗的阻力也比较强一点 但是如果用宣言就我们鼓励大家一起来做 就会更有效果一些 那我们聊到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请黄俊成总经理来跟我们继续的分享这绿色餐饮指南 他是怎么样逐步建立这样的分级制度 以及带给我们在餐饮上面哪一些改变 不只要自己吃的健康 还要能够结合农友跟消费者与餐厅 为我们的绿色餐饮来尽永续的心力 欢迎继续回到美式来哈拉节目现场 这是绿合国际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俊成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绿色餐饮指南 我们刚才讲到了是跟英国的SRA永续餐厅协会来合作 这样引进这个要付费用给他吗 目前是不用了 真的怎么有这么好的 这很公益 而且他就传授这么多经验给大家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有跟大家哭穷 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民间单位 然后想要推动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其实把自己的处境很诚实的跟国际友人沟通 其实是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的 那当然是说随着台湾这几年慢慢开始已经成型的时候 未来有可能是需要去付一些费用的 那至少前面五年他都没有跟我们掐取任何的费用 这表示他对我们带有极大的一个善意 对友善 而且他就是提供很多的传授这些经验跟秘诀 对不对 没错 刚刚那个就先不要品鉴先宣言 这一点我个人都觉得很宝贵 而且他们两任的执行长前后来台湾两次 那一方面也是作为一个国际友人来到台湾帮我们站台 就是说下国际下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那另外一方面他也有帮我们去跟政府这边去做一些洽谈 就是说那下国际的趋势是什么 那政府可以怎么跟民间是如何共同推动 那这些声音其实会不管是让在媒体的行销宣传上 是有正面的帮助之外 其实也可以让政府能够更快的去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就是他除了跟我们民间组织这样合作之外 他也可以跟我们有这个执政或行政权利的政府部门来做沟通 好那跟我们进一步说明一下 所谓的绿色餐饮指南 他到底在谈什么内容有哪一些 其实绿色餐饮指南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讲 他就是透过一个评鉴制度 他成为民众跟餐厅之间的一个桥梁跟沟通 那所以我们会引导民众他去往我们认为 有达到标准的绿色餐厅这边去饮食跟消费 那同样的是那这个餐厅他因为有得到联合行销 或者联合采购的一个优势的时候 相对的他就必须要去遵循绿色餐饮的规范 那简单来讲就也是趋近低环境成本的餐饮经营模式 所以这个餐厅他的经营模式他必须要以低环境成本为最优先的考量 所以我们会要求在食材上的选择上必须要以有机跟友善为主 然后再来就是当令跟当地 然后他就是像是要遵循永续的渔月 然后减少添加物或者是说要尽量提供蔬食 然后再来就是全食料理减少资源浪费的这些 所以其实绿色餐饮管的蛮多的 所以这些餐厅他为了要达到绿色餐饮的一个评鉴制度 其实他需要付出蛮多的一个代价的 可是相对的是也因为现在的趋势 所以我觉得这个代价会随着民众的消费意识慢慢觉醒 是可以慢慢得到回补的 就在宣言的阶段里面大概有几个方向 就您刚才提到我们整理一下 就是优先使用有机友善的食材 然后采用当地当令的食材 遵循永续生态跟海洋的原则 然后减少添加物的使用 而且要多多提供蔬食的选项 另外就是减少资源的消耗跟浪费 所以这是一些原则 那已经进到评鉴的阶段了没有 评鉴阶段的话他可以选择就是 他要停留在宣言还是他要进到评鉴 到了评鉴的话他的这个六项是大方向 那我们会给他一整本 他必须要把这一整本去把它给填完 而且我们会有人会清房去直接去集合 他这个餐厅是否有做到 那因为我们非常重视他对于上游食材的采购 那这个就会回到刚刚提到的是 责任性的采购跟责任性的消费 他可以回头推动负责任的生产 所以我们会非常严格去检视说 他每一季有没有买足够量的有机跟友善食材 那他就要定期对我们回报 那这就已经进入到评鉴的阶段了 就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大方向大原则 它是一个宣言的实践 就刚才有提到说是趋近低环境成本的 餐饮的经营模式 就给一个经营的方向是这样 那会加入人大概都是有心要慢慢走上 可以被评鉴的这一条道路吧 没错基本上我们并不主动去要求餐厅加入 我们都是等到他认为他准备好了 他有意思了我们才让他加入 甚至于有的时候餐厅如果他情况不允许 而他却做得很用力的时候 我们反而会担心他会倒掉 比如说当周围的民众对这件事情 他认知性是不够的时候 以至于你的食材成本被电高了 但是你的收入并没有把它补回来的时候 我们反而跟他说你可以先停到宣言 你不用急着马上要进到一页二页的这样子的评鉴 所以还是会先以人文主义为主 先照顾到餐厅的生计 然后再逐步反向的往前推进 刚才总经理提到的一页两页三页 那个页是叶片树叶的一页 他就是在我们这个绿色餐饮的宣言里面 用那个叶子再来代表 就是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但是一页两页三页 那么在宣言的阶段 其实也有在 当然没有要去强迫别人 也没有要积极的去拉拢 可是他就是一个号召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几个准则之外 他要在餐厅里面 就是悬挂这个绿色的宣言的旗帜 没错 其实悬挂宣言旗 它意味着就是你表明你的身份了 当你对民众去表明身份的时候 民众就可以知道说你是怎样的餐厅 然后这个时候他也可以用这个宣言旗 回头去跟这个餐厅去沟通说 那你用的有机菜是谁的 那他也变成一种全民的一个集合 那对这个餐厅而言 他就不用到处一直跟你讲说 我的菜很好 因为我已经有第三方帮你表明你是谁了 所以就是第三个元素了 我们刚才讲到第一个是要遵循绿色餐饮宣言的六个准则 第二个就是要悬挂这个绿色宣言的旗帜 那么第三个就是要揭露你餐厅食材的来源 那么这三项就是你在绿色餐厅里面 你可以吃得安心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保障 没错 其实揭露也是蛮重要的一环 那当然说如果有些商业机密 你可以不用讲你的数量 但是至少你要让我知道 你的采购上游食材是谁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回头去继合说 你到底有没有使用这样子的食材 好 其实餐厅老实说一般民众 第一个就是要觉得好吃 对不对 那么食材要好 那第二个刚刚这个口味料理的技法 卫生这些很重要 那如果都符合这两个 其实对于有些消费者来说 加上有机 那稍微贵一点 某一些有意识的消费者 他还是很乐意接受 这在绿色餐厅宣言的阶段 我们等一下回来再来看看 进入了评鉴之后 有哪一些步骤可以让消费者 能够有所认识 也能够吃得更安心 欢迎继续回到 美式来哈拉节目现场 加入我们永续系列的讨论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从市集到绿餐 再到企业责任性消费 请到的是绿合国际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黄俊成 来跟我们分享绿色餐饮指南 我们刚刚讲到了宣言 那么进入了评鉴 其实有几个步骤 其实绿色宣言的本身 它就是已经是第一个步骤了 那第二个步骤就是 全食材能够标明它的来源 那么如果这两个都很有信心做到 有意识要加入正式的评鉴的话 就可以进行评鉴了 没错 有分三集 分三集 它第一集的话 基本上它会以食材为主 我们会要求它的有机食材的比例 必须要达它的总采购金额的40% 那最主要的 我们并不以重量来分 因为怕它全部都买米 那它可能除了买一些 生鲜叶菜类的 它其实它的采购金额 是有可能达不到40%的时候 它就必须要去买永续鱼叶 或者是说比较友善的畜牧 或者是所谓的非龙式的鸡蛋 去把它给补足 或者是说有机豆腐 所以绿色餐饮 它在食材上的选择上 跟被集合的其实是蛮多样的 并不单单只是我们印象中 以为的只有有机菜而已 光是一页一页就是 等于说这三级里面最基础的 对不对 我看到这个标准蛮多的 就除了这个 我们刚才讲到食材的选择之外 还有它的圣食的处理 然后还有绿色概念的宣导 还要友善员工 这个像友善员工 通常会是到二页 然后到了二页的时候 它开始也会管能源 还要管社区 到二页不是已经有社区关系了吗 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是一种食农教育 就是说因为餐厅它是汇聚了很多周围的人 会往你这边来吃饭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餐厅去做相对应的某些 像食农教育 或者是饮食素养的一个宣导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地 所以其实在欧洲的时候 他们并不把餐厅认为只是一个买卖的工具而已 它其实可以肩负更多的社会意义跟价值 那也因为这样的社会意义跟价值 其实这个餐厅它好好的做的话 它其实生意会更好 因为它跟林立坚的关系会更紧密的 那到了三叶的话 目前台湾没有 因为三叶的话会要求它空间 可能是要绿建筑 那这个目前台湾还没有人做到 快了快了 对 我们有访问过几位建筑师 其实他们就是很努力在推动这个绿建筑 非常期待 绿建筑没有被用来做餐厅了 因为现在可能是别的用途 居家办公室图书馆等等 如果能够用在餐厅上 那就全台湾第一家三叶等级的 对不对 因为它的标准其实 我觉得还不能讲严格 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有 你必须要去挑战的目标 像刚才讲到第一个阶段 有机食材要达40% 这是采购金额 采购金额 对不对 那因为也许业菜类的东西 它不容易贵到这个程度 所以用鱼类 有机鱼类 或者是刚才讲说非龙式的一些 鸡蛋它要去补上 那就有机会了 就有机会了 对不对 那么二页餐厅要食材 要达到60以上 你刚才讲到 从我们刚才讲到员工关系之外 就是还要这个能源的政策 跟社区的关系都要能够符合 到了三页餐厅 其实最主要最主要 还是在绿建筑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它的有机食材 要达到80% 有人现在有人达到80% 但是就因为绿建筑的 有吗 有到 有吗 有有有 是哦 所以他们就是期待有绿建筑就对 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他本身能克服的 除非 他自己盖一个 对有 我们有听过有老板他们觉得说 他可以想尝试看看 他直接盖一个新的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建筑的成本也不是那么高 可是问题就是地段 反而是那个你能够做绿建筑的地段或土地的地段 然后也要是一个商圈嘛 因为台湾才刚开始推广 你说有没有人为了三餐够到吧 然后开个两公里去吃绿色餐厅 这可能就要研究一下 对不对 所以他的便利性才能够支撑他这个绿色的餐厅可以活存下去 那聊到这边除了餐厅之外 是不是有不同的通路业者一起加入在这一个循环里面 其实目前除了传统认知的绿色餐厅 现在开始有一些像是有机店 或者是像民宿业者 他可能有提供早餐的 那他可以加入宣言店家 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参加一页二页跟三页 所以业绩的话基本上还是针对餐饮业者跟餐厅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饮料店或什么 那可能就是加入宣言就可以了 那其实在这几年应该从去年的时候 开始有大型的企业的员工餐厅开始加入 所以其实我们等同事有点是提供企业的一个ESG的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过去很多企业在做ESG的时候 他们可能最直接会想到的就是种树 进摊或者是办论坛 但是其实如果透过饮食这件事情 让你的员工像我们有些科技公司 他可能是上万人 上万人在吃有机菜这件事情 他的减排数据其实非常的可观 而这是目前我们在跟企业接触 我们发现企业ESG里面CP值最高的 就是你仅仅只是要买菜 然后就可以创造很多的减排数据之外 然后还可以提高员工福利 还可以照顾农民 然后我还可以换算成你多少 照顾多少农民 以及照顾了多少的土地 还有他上面的生态指标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ESG的一个行为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推动这个ESG 有大部分都是老板 企业家他本身自己的良知良能 在经营企业他也希望能够为地球的永续 为台湾的土地能够尽一份心力 那也可以借由您的观点 跟那个还没有这方面意识的企业家或经营者 就为什么符合这个ESG 我们对于这整个环境 这个社会责任 就把我们经营管理这个概念 为什么要重视它 那花这么多努力去符合这些标准或排探 那又怎样呢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我们过去会把很多的成本外部化 比如说我透过对环境相对的不友善 而减少我的制造成本 可是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合理的 所以它现在只是说全球意识到这件事情 它把外部成本内部化 就是说如果因为你开一个工厂 你对周围的环境造成影响 那理论上你要把你的收益去回馈 这也是为什么ESG跟CSR 它现在开始会变成全球 不管是苹果供应链 它会向下或是向上去要求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那对这些企业组或这些企业而言 我相信现在已经不是你想做或不想做的问题了 而是你未来你一定得做 那既然未来一定得做 其实我觉得律师餐饮的会是一个员工产品 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你刚才讲说它的那个减碳量 其实是最明显的 对不对 也是企业经营者要推动永续的概念 就是投资保守率最高的一个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你所收听的是没事来哈拉 我是吴若全 今天请到绿合国际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俊成 来跟大家分享从市集到绿餐 再到企业责任性消费 好我们刚才提到了 其实如果企业要响应永续的议题 那么透过ESG或社会责任种种的概念 那么员工餐厅用绿色餐饮的观念来营运 其实是一个投资报酬率很高的 那到底我们这个绿色餐饮指南跟企业ESG怎么样把它融入在一起 我看到这要一个是把员工餐厅转为绿色餐厅就服我们刚才讲的绿色的宣言那几个 另外就是员工外食可以有绿色餐券这是什么呢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大型的科技公司他们都有发电子券 就是他可以拿着这个点数他可以到外面去做一些采购 我们也蛮希望是说透过这些企业给予的电子券 他可以导引到永续产业 比如说假设过去说企业给你5000块好了 那你就可能随便买 那未来他可能就说我这5000块里面是能够去采购有机食材 或者去永续旅店之类的 就是有意识的去导引他的员工做责任性消费 那他的员工做这个责任性消费的时候 他的行为是因为企业去导引的话 所以他的行为又可以回头变成这个企业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某某企业的员工今年吃了一万餐绿餐 这个数据可以算回到这个企业的身上 而且在外面经营能够接受这些绿色电子商圈的商家 他本身也要是一个以绿色的观念来经营的商家 所以就会让这个供需两方面因为绿色的观念 而有了一个很直接的连结 没错 会建立一个所谓的绿色消费的生态权 如果再加上一些行销的活动的设计 几点的回馈 就会让这个供需双方都热络起来 对没错 他可以会是一种互相拉抬 对难怪你叫做国际媒体股费有限公司 其他就是一个行销宣传的功能性的概念 没错 好那么刚才提到跟企业合作当中 有一项是ESG减碳量化数据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部分是透过哪一些方式 来做到ESG减碳量化数据呢 其实以采购有机菜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难算 就是一个 如果一个单位面积的一块土地 他因为采用有机农法 那他可以因为是有机 所以他不喷农药 所以他也不施法化肥 所以基本上 因为这样子就可以算出说 他相对于一般的农法 他减了多少的碳排数据 那另外一方面 他是有机菜的时候 他会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透过植物把它给打到土壤里面 那这个叫真会 所以基本上官司买有机菜这件事情 在减排数据跟真会数据 就可以得到双重 那目前台湾的农粮署 他现在有在计算这个部分 最快的话 也许在年底的时候 这个采购有机菜的减排数据 就会出来 那就算是晚一点的话 他迟早都会出来 因为在国际上 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方法论 是可以被计算出来的 所以可以利用这些相关的数据 来得到在ESG上面 我们要减碳量化数据的一些 具体的佐证 那就包括了叫做 搭配碳盘茶服务的厂商 来取得这个相关的数据 那么也可以阐述我们 对社会跟整个环境的正面的影响 增加有机蔬菜的销售 这样可以增加农民的福祉 也可以扩大有机蔬菜 种植的面积 达到我们保护环境的 这样的一个期待跟需求 那么最后也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说 绿核提供相关服务 到底有哪一些优势 那你目前观察到国际之间 还有哪一些绿色餐饮的趋势 其实在台湾是很有发展的潜力 可以值得去推动的 我觉得首先如果企业 他想要做ESG的话 因为我们是拿国际认证 所以他在ESG的报告的时候 有国际认证对他相对的是 比较有公信力的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方面就是 透过我们的辅导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开始 着量的去改善他 在饮食上的一些改变 譬如说有企业在问我说 我有没有可能 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之下 然后能够做到 绿色的员工餐厅 我说可以啊 你就偷偷的把你的肉类 给减15% 就是员工他少吃15%的肉 他感觉不出来 而这个减下来的15%的 肉类的采购金额 你就可以拿来买有机菜 因为肉很贵 菜很贵 肉就会更贵 所以你把肉减15% 理论上你就可以把这个钱 拿来去变成有机神仙的采购 那像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也可以说 员工可不可以愿意增加10块 就可以吃到有机菜 如果增加10块 就可以吃到全有机 你觉得员工会不愿意吗 所以其实他会有很多的方法 所以对有些企业组 或者是一些ESG长的时候 他可能会看到问题的时候 他会卡住 其实我们会比较邀请的是 当你决心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自然会去找到方法 那如果说在某一个领域上 你不是那么的清楚的时候 其实可以透过跟我们的互动 我们可以告诉你说 其他的企业是怎么做的 还有国外他们的进程是怎么做的 好我们觉得很有道理 以我来说 就每一餐多10块钱 但我吃到的叶菜蔬菜都是有机 我OK 但是要挑战一下黄总经理 刚才说 少15%的肉 员工不会发现 有些人就很爱吃肉 你觉得他不会发现吗 我觉得第一个 可能有一只大鸡腿 现在变小鸡腿容易发现 我们可能不是变大鸡腿跟小鸡腿 而是说我们可能偷偷的像什么肉丝里面去减量 但是其实 这可以啦 这可以 其实现在炒肉丝 我也没有很爱那个肉丝 那个可以不用 其实对员工 我比较担心大鸡腿跟小鸡腿而已 其实我们现在的观察 对员工他最在乎的 不见得是肉类 他最在乎的是好不好吃 是啦 可是蔬菜好不好吃 我跟妳讲 嫩不嫩就很重要 其实我真的 我个人觉得说 如果是嫩的蔬菜 就是水煮就好了 我都觉得很好吃 你知道吗 可是那老的蔬菜 你给我油啊 辣椒 蒜头 弄一堆 我还是觉得不好吃 烹调的技术 可能也是一个关键 我觉得烹调的技术 还有就是食材的好 好不好 这很重要 像在国外的话 我们现在不断的选导的是少吃肉 但是吃好肉 因为现在我们国民 因为我们现在国民来讲 我们的食肉量 是我们的祖先的六到七倍 哇 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 人类吃肉量是历史高峰 好啦好啦 刚正吃小鸡腿就好了 没有要吃大鸡腿这样 不过我刚才只是一种 趣味性的帮听众朋友的质疑 因为一大块鸡腿变成小就一半了嘛 可是你刚才讲的是15%不是50嘛 对不对 如果一个连上面腿骨这样切一半 就是变成50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不当的质疑跟比喻 不过听众朋友听到这边 他就完全就懂了就对 其实真的减15%的肉不太容易发现 就算发现你也觉得还可以接受 好非常谢谢董经理来跟我们分享绿色的餐饮 请大家一起来与我们响应永续的行动 好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